几打疙瘩施打县被列为针对性加强行管区后 将近36万7千人陆续接受新冠病毒筛减 卫生部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今天透露 当局已经从其他县调派100名医务人员到疙瘩施打 估计需要大约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筛减工作 与此同时 人力资源部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也宣布 从今天起到9月25号 戈打试打县各领域的雇主 在安排员工进行病毒检测后 可以向社会保险机构申请150令吉津贴 另外 为了加强管制 警方今天在波格仙纳来往亚罗试打的方向增设两个路障 禁止民众随意进出 如今全县共设有9个路障